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绿侠哥的频道 今天这期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崛起大剑的玩法 一说到大剑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单发最高伤害 满汉王 输出爆炸之类的 其实都没有错 超高的爆发确实是大剑一贯的特点 优秀的单发伤害让大剑成为一个入门相对轻松 不需要理解太深 也能打出及格伤害的武器 大不了咱就砍一刀收刀 再砍再收刀嘛 但是由于大剑的攻速全吸垫底 跟双刀片手比比简直就是慢动作 大招真蓄力斩打中的话 看起来是毁天灭地吧 但实战中也很容易打空 伤害嘛没有 血压倒是飙升 所以大剑这把武器的上限也是相当高的 入门不难 精通却不易 这期影片就让我试着带大家更全面 更细致的了解大剑 争取让在座的每一位都做到迅速上手 同时也稳稳当当的迈向进阶之路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订阅 支持一下绿茶的频道哟 我会持续更新武器教学与配装系列 目标是全武器全覆盖 内容也争取做到有浅入深 新手老手都能有所得 OK 话不多说 咱们开场就来个重中之重 直接聊聊大剑的核心机制 蓄力 其实关于蓄力段数 过蓄 蓄力补正 包括真蓄力盏怎么用 怎么变种 以及真蓄力连段怎么连 我在试玩版时期有做过详细的攻略 所以推荐先看一下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能全弄明白啊 那我敢说你已经是个七分熟的大剑侠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把蓄力与真蓄力连段 简单复习一下 然后再基于三组交换技 对大剑的玩法做一些补充 OK 先快速说一下蓄力与真蓄力 简单来说 X这一个剑几乎负担了大剑80%以上的输出 点按是大剑的斩机 长按就是蓄力了 蓄力一般分为四段 主力是前三段 第四段就是所谓的过去 是要尽量避免的 前三段又分为红色 橙色和白色 分别对应蓄一 蓄二和蓄三 伤害依次递增 以白色的蓄三为峰值 而所谓的真蓄力连段也分为三段 分别是第一段蓄力斩 第二段强蓄力斩 和第三段真蓄力斩 其中最猛的真蓄力斩又分为两段 第一段伤害不高 第二段才是重头戏 所谓单发伤害天花板也是指的这第二下 不过第一下如果能成功击中魔物弱点 第二下就可以爆发出更恐怖的伤害 也就是所谓的真蓄力斩强击 而真蓄力连段的前两段都可以用铁三靠取消 在蓄力过程中同时按下A就好 那么首先推荐两种以真蓄力为核心的连招方案 第一个长按X起手蓄力斩 三段之后松开 再前推摇杆加X打出强蓄力斩 要注意这一段我们不蓄力 再前推摇杆JX蓄两段就能到白光 然后松开打出真蓄力斩 这一套是非常经典的高爆发连段 通常适用于倒地晕眩等大段输出空档 另一个变种就是把三段蓄力斩 变成三段强蓄力斩 也就是第一轮平A 第二轮在蓄满 这两种在上手阶段没有明确的优先级 第一种的好处是伤害略高一筹 在我们对魔物输出空档非常熟悉的时候 优先拔刀蓄满是最佳选项 不过第二种也就是优先蓄满强蓄的方案 其实更灵活 因为蓄力可以随时松手或肩撞取消 在第二段做调整往往更容易随机应变 拔刀蓄力一股脑蓄满了 万一后面有危险 调整的空间就不大了 所以在随机性较高的团战中 或者对大剑和魔物还没有特别熟悉 我都会先推荐拔刀平坎 加尽量蓄满强蓄的连段 如果输出空档为中等 不够一段二段慢慢悠悠的蓄力 咱们就可以按住X蓄力拔刀起手 然后按A肩撞取消 接着推动摇杆 按住X开始强蓄 再按A肩撞取消 最后推动摇杆 按住X 蹦蹦蹦 回天灭地 要注意啊 跳过强蓄阶段的真蓄 是要三段蓄满的 大家可以多多上手操作 熟悉一下 如果以上的讲解你觉得节奏太快啊 还是那句话 推荐看一下我试玩版时期做的影片 那一期的蓄力与真蓄讲解 节奏慢很多 可以结合起来看 帮你迅速形成概念 然后再好好消化每一个知识点 那么说了这么多蓄力相关的点 咱就不得不提一下大剑的关键技能 集中 效果是能大幅缩短蓄力所需时间 对于大剑来说 集中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毕竟蓄力补正回归了嘛 蓄的段数越高 收益越恐怖 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无集中和集中三的对比吧 总之 不管你是大剑初心者 还是进阶大剑侠 集中都是超好用 且一定程度改变大剑生态的技能 那么蓄力就说这么多 再来复习一下这个强力横扫展 强力横扫展呢 可以派生在强蓄力展和两个空战动作之后 三个派生都很常用 第一个派生就是用来丰富增蓄力连段的嘛 强蓄阶段不论你蓄多少 都可以按A接一个强力横扫展 强力横扫展之后 可以推摇杆按住X接增蓄力展 也就是多一个2.5阶段了 在判断 碰档大过直接打出真蓄的时候 就可以插一个强横扫来补伤害 特点是蓄力阶段既成强蓄 强蓄冒什么光 强横扫也冒什么光 这又是能佐证优先蓄强蓄 比优先拔刀蓄力更灵活的一个点 毕竟咱们又多了一个强横扫的选择嘛 再来就是空战动作派生 这个我之前的影片也讲解过了 咱们再简单梳理一下 这边说的空战都是收刀状态 大剑也算是最适合用收刀降虫拉起的武器之一了 空中可以长按X跳跃蓄力展 落地按A就可以打出强力横扫展 蓄力段数一样是继承跳跃蓄力展的段数 最后也是同一个逻辑 可以推摇杆加X打出真蓄力展 另一个空战动作则更常用 更干净利落一些 就是空中按ZR使出下坠突刺 落地可以推摇杆加X打出强蓄力展 也可以按A接强横扫 然后还是一样可以直接接增蓄力 这种空战连段让看似笨重的大剑变得灵活很多 再算上位移进攻加位移收刀的重计组合 大剑在崛起轻盈到超乎你的想象 再来说一下两个快速出铁山靠的小技巧 之前影片也提到了 我就快速过一遍 一个是ZR防御 然后疯狂连按两下X就好 非常简单 也非常迅速 防御 踢腿 铁山靠 一气呵成 再一个就是利用翻滚后可以接X铁山靠这个特性 同样是先ZR防御快速拔刀 然后瞬间B键翻滚 在过程中按下X就完成光速拔刀铁山靠了 这个动作看起来更迅速更流畅 不过翻滚和铁山靠都消耗耐力 而踢腿不消耗 所以要留意一下 空耐了可能会影响后续的灵活性 最后再提一下飞升跃入横扫斩吧 之前也说过 在铁山靠之后 按A可以派升 铁山靠的段数 继承取消前的蓄力段数 飞升跃入横扫斩 则继承铁山靠的段数 以往这个动作很好用 是因为它的位移和追刀能力 在打不出真血 需要取消并调整站位的时候 一个铁山靠加飞升跃入加翻滚收刀 就可以一气呵成 而现在一个铁山靠加强化收刀就够 轻松加愉快 所以飞升跃入展的性价比 也就掉下去了 OK 动作和连段就先讲这么多 接下来的内容就是之前没涉及到的了 也就是三组交换剂的用法与取舍 第一组是把铁山靠换成防御冲撞攻击 这个技能的第一感受就是慢 而动作不如铁山靠来的干净利落 因此用于取消拔刀蓄力或强序阶段的意义就不大了 都这么慢了 我还不如一刀砍出来的对吧 再有就是防御虽然能扛攻击 但是展位消耗特别快 而展位对于大剑又至关重要 所以拿这招扛伤害会非常心疼 但不扛的话 那我换这招干嘛呢 就很无奈 那你说这招有啥用 难道是个废机 其实不然 防御期间如果吃到伤害判定 可以直接派身真蓄力斩 原本的强序直接跳过 还是相当生猛的 有点顿斧GP皆超姐的意思了 再有就是铁山靠不防异常状态 比如晕眩麻痹 所以玩铁山靠 强烈建议带耐绝珠 顶掉的攻击仍然计算晕眩值 那么可以想见 在针对特定魔物的时候 防御冲撞还是有妙用的 熟练了还可以当成GP接大招来用 总的来说 这个技能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但对于刚入坑的大剑侠们 我还是主推普通铁山靠 对于想进阶的兄弟们 铁山靠也是必修客 熟练掌握后 再考虑探索防御冲撞吧 第二组交换技 是把真蓄力斩替换成激昂斩 刚才介绍的 有关真蓄力的连招案法 全都适用激昂斩 不同的是激昂斩只有一段 且伤害低于真蓄 但好处是蓄力时全程霸体 且过程中吃到伤害判定还会增伤 非常给力 不过出刀的时候就没有霸体了 这点可以留意一下 激昂斩还有一个超大优势 就是灵活 可以360度调整方向 虽然具体不是全角度 只能覆盖东西南北 加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 所以这个技能并不是无脑打点 还是需要练习的 但相比各类蓄力斩的前方扇形范围调整是好太多了 总之 这个技能让大剑的玩法丰富了非常多 只要控好血量的话 激昂斩的加入也让大剑对新手猎人更加友好了 强烈推荐大家把真蓄力斩和激昂斩都练练手 打起来的爽感都是报表级别的 第三组交换技是把狩猎之刃替换成金刚蓄力斩 狩猎之刃我在试玩版的影片讲过了 性价比属实不高 在当时就早早坐上冷板凳了 现在又可以换超帅超猛的金刚蓄力斩 那不用多想换掉就完事 金刚蓄力斩是一个带有霸体突进的强蓄力斩 拔刀状态按Z摇加X可以使出 消耗一个翔虫 这个技能突进优秀 过程中按住X就可以派生强蓄力斩 注意这个强蓄也是可以推摇杆调整方向的 跟各类蓄力斩一样 仍然是前方90度的扇形范围 霸体的阶段是突进位移和蓄力过程中 出刀时就没有霸体了 这个技能有多好用想必是一目了然了 突进追刀加强霸体 后续还可以接真蓄激昂斩这种大招 实在是大剑侠必备技能 而且这个技能在突进过程中 还分为推摇杆和不推摇杆两种突进模式 推摇杆的突进距离是更远的 怕冲过头的话还可以不推摇杆 这个机制进一步增加了大剑的灵活性 大家可以根据目标距离自由选择 再有就是金刚蓄力斩如果不长按X 而是什么都不按的话 会凭A一刀零段的强蓄力斩 这个技巧在实战中可以快速突进 然后直接出真蓄激昂斩 甚至还可以再来一次ZL加X 达到一个二段突进的效果 相当好用 最后再讲一下二号虫技强化收刀 之前的影片也重点推荐过了 按法是拔刀状态ZL加A 消耗一个翔虫 这个技能让大剑的灵活性达到巅峰 因为大剑最灵活的组合技 可能就是收刀走位在拔刀了 这个技能不仅能位移收刀 前段还附带短暂无敌针 成功发动后还可以获得一个增伤Buff 更不要说疯狂取消各种后遥 实战中多用用准没错 好了总结一下 大剑在崛起可以说是一扫往常沉重的手感 变得相当轻快灵活 只是连招虽然不难按 但由于段数较多变种更多 所以实战中的节奏感和选择变得相当重要 要想成为厉害的大剑侠 手术快永远不如意识好来的重要 对于武器的节奏要熟悉 对于魔物的硬质也要了如指掌 在实战中不要贪刀 不要强行把把续满征续力 该溜的时候就赶紧收刀跑路 大部分的输出机会还是得靠拔刀平A 或蓄力强蓄来打 咱们意识中把增蓄力当成一个大招 把提高出增蓄的频率和增蓄命中率 当成进阶之路的目标 而不是在上手入门时就当作绝对正义 无脑出增蓄 这样的话大家就都可以稳扎稳打 一点点上手并精进自己的大剑技术了 OK今天的大剑玩法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是绿茶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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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